来朋友们我又来到了上海国际房车展 今天我要拿我的房车了 今天是车展的日子 这个房车展已经结束了 我的车就可以开出来了 所以新花这个性格就是必须得限车 这个房车厂的老板是女的 女老板在这个房车界非常少的这个女老板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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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总呢 在车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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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前了一个小时 稍后待会儿 这是新款那个是吧 对 这是新款 威食Pro 好好好 刚推出来的这款 对 好温馨啊 有点乱 哎呀 今天主要你收场 葛总又见了 哈哈哈 第二次见了 第三次见了 第二次 第二次 上一次是深圳的房车展 对对 我们宽大的车一般都是客户都是在哪边 还是华东地区比较多一点 江州户这边 对 华南地区 就上海啊 王州啊 然后深圳这边的客户很多一点 你说挺奇怪的 你说咱们车厂还是北方的 然后这客户都是江客户的 对 开刷卡了啊 肉好疼啊 割肉了啊 割肉了 割肉了 但是买贵的东西啊 就当时是痛心的 但是后来就手心 我都好多经验都是这样 吃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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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可以开走了 可以开走了 哈哈哈 送的玫瑰花就养一下 啊 这个瓶好看 啊行 我要了 哈哈哈 葛总去吃饭了 我偷偷瞄一眼 他这一款是威食 很多想买房车的人都觉得宽大太贵 哎 我最开始也是这样的想法 你看我跟葛总是在2021年10月份联络的 当时呢 就是想买这台车 但是我当时觉得有点贵 哈哈哈 然后后来选择了长城炮 你看两年以后 我还得选回来 哎 说明什么呢 哎 自己想吧 那宽大的车这个配色呀 这个吊吊啊 哎呦我就是喜欢 真是没办法 而且特别细致 宽大房车 除了贵 没毛病 对 就是这个吊醒 你看这个脸的颜色哈 深得我心的 真是 都是长在我的审美上 一开始我就以为你是搞设计的 没有 你学的不是这个专业 学的不是设计 但是可能后期就毕业之后 就一直参与的 国外的光组单位都是 像欧洲美国 然后主要就是欧洲的展会 因为德国的展会是什么 最大的展会 然后再就日本 日本的风格 其实我们学习的是 它的精细化 设计 主要内饰空间感 我觉得你的宽大的风格 就是 就能做出来这种调片 所以咱们可能在空间细节方面 就更像日本这个 这种理念去靠拢 但是如果要是学习 内饰的设计 和品位这方面的话 那还是要结合五种 就是你爸爸之前是在做这个冷冻车的箱体 冷藏车的箱体 已经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十几年前 我爸他也比较喜欢玩房车 你爸也 也是有缘分的 我就是认为 他也有缘分的 然后他玩房车之后 因为我们大连以前就给日本做出口 做出口房车 所以说我们在大连就有这个生产 房车内饰的这个经验 对内细节 包括功力 甚至很多里面的这些荷叶 包括一些小的这些无尽件 都是目前那种 他也用一些日本的这个材料 他会更好用 更耐用一些 我们的这个车是先有的 先有的 先盖房子 后装修内饰 这样做的 就是不总是什么 这样做的就是会麻烦 生产起来会麻烦 然后大伙也是 有点因为空间嘛 还是受限很小 但是这样做的特点呢 就是结实 还是建筑 对 就是宽大对餐展 还是有优势的 在餐展会上 互相呢就可以看了试车 对 要不然的话可能相对来讲 客户就觉得有点贵 那我等一会儿 要把房车开走 我担心在上海市区 有什么限高啊什么的 对 这不是设完了吗 12345吗 设完了吗 设完了以后 我们导航的时候 有一个选择界面啊 按他给你 客车够宽吗 是我这个车的宽度 宽度 现在正常宽度是2米5 道路宽度是没问题 主要是高度 高度你设置的是多少 对 给你设的是3米1 好 那里边有卡是吧 对 他有个钥匙 对 打开以后 没事 这些我不想了解太多了 因为一时半会儿记不住 等我用的时候才能 深刻一点 对 对 加上一个售后 你这边是你管吗 对 跟葛总说这个画屏好看 葛总说送给我 对 一关机都是3分钟 对 算了吧 算了 没事 那你就等 我用的时候 你给我发个视频就行了 对对对 快那是才有这 高原才有这 高原版的 高原版的 嗯 啊拖热的好贵啊 我之前有个车顶箱都挺贵的 对 拖热这个家门啊 它这个支币 嗯 刚性比较强 不往下沉 对 它不往下沉 就有一个 那宽大的这个窗户啊 都是核实币 核实币这个牌子 你们都知道吧 下面呢 这有两个圆形的按钮 嗯 它就是控制它的压力的 我们用的是双路的 嗯 就是可以单独一路 就比如左侧充气排气 或者右侧充气排气 嗯 就是现在什么呢 它有两种产品啊 嗯 第一种现在大部分厂家用的 都是单路的 嗯 就是它这个 左右两个气囊 同时充气或者同时排 嗯 我们这个是双路呢 双路呢 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你坡路 坡度比较大 那你就可以一面单独 把气打得高一点 那一面气低一点 就会把这个车身给你找平 哦 对 就有这个功能 不太懂 没事 等着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懂了 就懂了 然后 比如说现在咱们发动了吧 嗯 发动了以后你想原地带速发点电 嗯 但是发电量它不是很够怎么办呢 就把电速箱打开 然后我们按这个按钮按住 嗯 你看它就会定转速 现在转速是1000 然后我们向上推 所以原地定转速以后 嗯 它发电量就会增大 哦 就快速能充一点电 对而且还不容易急探 OK 对 但这样 这么使用呢 不要长时间怎么使用 大概半二十一个小时就OK 嗯 就应急 对对对 时间长对发动机也不是很好 嗯 对 看前面这个车呢 嗯嗯嗯 对这边就是看后面 后面这台车呢 到底是这个蓝色的家族管 嗯 这是窒息泵的水管 嗯 这是排屋的延伸管 嗯 对这白色箱子是千斤顶 所以你看都给你配好了 你都不需要自己买了 对地线 嗯 防止漏电 嗯 嗯 这展会这几台都卖了 这个车主都来提车了 现在要把这一台 都是往后倒一下 倒一下 从这边出去 之前我还说过 我最不喜欢这个大额头的车 哈哈哈哈 所以我经常推翻自己的想法 嗯 宽大这个大额头还是 不太难看 嗯 还可以 油线型比较好 嗯 这是葛总的老公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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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老板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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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嘞 哈哈哈 这些厂家也真不容易 就每一个车站都这么折腾 嗯 辛苦了 帮师傅 没事 不要点 好 好嘞 谢谢啊 谢谢 好宽敞啊 哎呀呀呀 太美好了 整87升 哎呀 油箱还是挺小的 现在加麻油了 回去了 回去大花桥了 哈哈 那接下来有一系列的事要做呀 上牌 ETC 嗯 嗯 兄弟们啊 咱们又添一个成员呢 来朋友们 新花的家族又添了一个成员 对 哈哈哈 大炮 大狗 大款 款大 大款 大高 来朋友们 早上好 现在是早上的五点半钟 哈哈哈 兴奋的 睡不着了 嗯 我现在把大高入库 然后呢 这个大宽和大高 开始折腾东西了 什么我忽然就换车了呢 其实也不是突然 一直都有这个想法 然后呢 嗯 因为这个大炮呢 就空间比较小 那你说 偶尔 要是带上小花一起出去的话 这个空间就是太小了 但是也没那么快 嗯 就是因为这个大炮被撞了一下 我就把这个计划就是提前了 不出所料 很多朋友又是说广告 嗯 我有那么厉害吗 什么车都可以送我 是吧 可以掰开走三住是吧 怎么咋想的那么美呢 大高你在家里待着吧 哈 我们要出去充饭了哈 哈哈哈 铁打的大高流水的房车 哈 嗯 大高是不会换的 大高是我的情怀 嗯 这种血液里面的野性 那第一件事就是把咖啡机放上 这咖啡机啊 上一次回来我把它已经放到楼上了 我觉得这个款太大了 但是这个咖啡机的效果特别特别好 太美好了 生活太美好了 努力加油干吧 为了美好的生活 嗯 嗯 嗯